对,然后说一下,就是那天你说你是打字老打错,但是我看到的不是这个问题,就是你说你还是不太会用气息的那一点那个问题,就是你还是感受不到普及怎么发力 哦,那个我说的其实是网球 对,因为你看上面那句,我其实是跟上面那句连起来的,就是我以前跟一个网球教练练的时候,他说你要用腹肌的力量,然后我就怎么都用不出来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用不出来,一个球打回去也没有力气啊,怎么怎么样的,他一定要用阔嘛 然后,然后就,就那句话是跟上面的,但是气息,确实我,就说,就是你不是说不要推动气息吗 然后,但是就说,就我不知道那个推动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气量,气流量增大呢,还是说下面用力呢,还是 就是,你一般通常犯的那个问题,你会气,你会推它,你会推它,而我们想要的是那种,比如说,我们来做一个笑的,哈哈哈哈,你呵呵,咳嗽的时候,别说哈了,就,呵呵 对啊,就是,练过那个,对,包括,哈哈哈哈,就是那个,打的那个,哈,那个,哈,你是不是就觉得这个肚子,肚子和那个地方,你会有蹦一下的感觉,对不对 咱们以前练过,是吧,但是那句快的,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唱歌都是,它没这么快,它是闷着的 对不对,那那该怎么样,keep不住这个感觉呢,所以你就,哈,弄完了之后,你就,哈,就是那一下,就是那个余热啊,那个哈的那一下,抓住那个点了,在下面已经控制住了,你就停在那儿 你就不要说,哈,然后僵硬的,然后再去使劲的推它,你就控制在那儿,就是紧,但是不要紧到让你,就是过分了那种,念我说这个意思吗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继续推动,当你很着急的时候,特别用力的时候,你就有一个问题,它会造成你唱歌上面的突兀 嗯,但是你,但是咱们,咱们就是说,道理在不同的,呃,不同的时候会发生一个变化 我只是说,在这个,你平时唱歌的一些音上,本来人家是要求的是很通畅的,smooth的,结果你来这个东西就会很突兀 可是,可是,可是你来一个这个东西,在什么时候又不突兀呢?就是在一个,那个歌曲,它并不是很平缓的唱,而且是跨度比较大的,突然来一个高音,然后很,要很强,强有力的 那那个时候你,控制好了之后,往下按一下,往下走一下,推一下,那是有帮助的 嗯、嗯 中咱们讲过,嗯 但是这也只是在一个level上的一个过程,道最高境界的时候,它还是不推 因为我跟你说过,海水跟游泳池的水的区别 因为如果你不用特别推的话,就能够达到那个力量上去的时候呢 你那个声音是活的,就像海水一样是流动的 但是你如果直接的推 唱上去的音,在那个上面的话,它就是唱上去了 不过那水是游泳池的水 是死的 我之前跟你讲过 可能你当时还体会不到 我就再说一遍 这个没讲过 但是现在知道了 体会不到吧 我觉得讲过 那个时候在卡拉OK的时候 我跟你讲过的话 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对 跟很多人的点不一样 我这个肯定是讲过的 你可以调明前的录音 咱不纠结这个了 我就是说再提醒一下 可是要做到这一点的话 就相当于 你要把它变成那个状态 变成自然状态了 就是你推的重力的状态 实际上好像 就像你肚子饿要吃饭一样 把它弄成自然状态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你推的时候 像游泳池的水一样 实际上我说的那个不推 在更高境界来说 它还是有一点推的 你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说的不推 是你不要把它弄得那么死板 那么明显 那么夸张 那么突然那样子的 人家是一定在一个状态 当中悠悠的慢慢的在收紧着 然后再慢慢的用着那么一点点力量 所以你又可以说他没干这件事情 又没推 因为他状态 但是你一定要去纠结他 他到底有没有用力呢 还是有用 用的自然的很超自然 我知道了 今天我有一个非常困扰我的问题 就是我发现我在中央C那里 会声音特别卡 就是反而到后面就好了 就是像那种什么 他们不是说一般男生的换声区在F吗 就F以上那一段 就F一直到嗨C我都觉得挺顺的 然后中央C以下也很顺 但是就中央C那几个音 就比如说那个可惜没入国 里面有一个是 我上看 就那个 那个就什么 Dor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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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 就那一段 我就声音怎么唱怎么卡 就是我不知道 就感觉我的换声区 好像在中央C那里 先说一下 每个人他只是说一个大概的换声点 但是实际上不是按照那个 就是来的 你的换声点不是在那边 确实是在那个中央C的那个附近 那几个音上 就比较那个 每个人都不一样 可是呢 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在这个的问题 因为你在这又停留在换声点的问题了 实际上我还是一句话 就是你 你这个地方的 在你 因为那速度快了 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 那个速度快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呢 偏离了你原来最放松的那个状态 你开始紧张 紧张紧张 你的紧张造成了你卡 而不是在于你在哪个阴区造成你卡 你的换声点在哪 造成你卡 就有的人呢会 因为咱们之前 你最早练的那个方式 我说过 你可能会在某个换声点卡 那个 那是那时候 你以前对那个换声点 特别执着的时候 特别在算计的时候 我说过这个话 但是呢 咱们练了这么一段时间了 你也不是练一天两天了 也有一阵子了 那我觉得你不应该是在换声 所谓的换声点上卡 绝对是这样的肌肉状态 你的 因为那个速度快了 速度快了以后就会 在这个地方你就越来越紧张了 但那个紧张程度是按你的紧张 我以前还跟你讲过一件事情 我说最可怕的那个用力是说 你刚开始来上课的时候 你可以明显的知道你在用力 对 你马上就知道 这个很好检查 最可怕的一个是 学到中间阶段的时候 中间阶层的时候 你用力的时候 你还觉得说 我没有用力啊 真的没有用力 你看我的脖子也没有起来 也没有什么 但是它那个 那个里面的这两条筋里面的 它是在 以前是在外面 你一看就看到了 后面可怕的用力是在里面 里面 很轻 OK 我知道 明显到了 所以你还是要在你的肌肉 放松放下 就像你说 好像如果你觉得这个会好一点的话 你就尽量保住这个下巴往下 来练 这样子会好很多 对 对 对 这是一点 还有 注意 再轻一点 因为你的力大的时候 转起来也很难 也是卡呀 嗯 你把它记下来 第一 你要检查 这个地方的放松度 够不够 第二 轻 因为你不够轻 你的弹跳力不够 你的弹跳力不够的时候 那个声音是卡的 如果慢一点的话 我相信你不会觉得那么难唱 慢一点的话 即便是你这用点力 你还是能过去的 你不相信你自己试 就是说你自己试一下 你在家里 你放慢一点 你觉得可能过去了 一块又过不去了 还有一个音问题 轻一点 轻一点 OK OK 轻一点 慢一点 好的 我回头试一下 对 然后试试看那边 就那几个音 好 还有就是 我这个练习里面 有几个练习 我觉得 可能想要老师帮我过一下 因为那几个练习 我就是练了有点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把所有的练习都过掉 过完嘛 有几个练习 我觉得 做了以后 很难受 对 那就是过到了 我这里的记录是过到了 十三 十四 是吧 OK OK 从十五就没有了 好 我们现在可以继续往后过 你是要让我从十五开始过呢 还是你要说哪个不舒服过 可以说哪个不舒服过吧 就是那个 就是 就是那个 跳八度的那个 我看一下那是第几阶段 好像就是第五个里面的 第十九条 我看一下 第十九条 我觉得 有可能是第十九 对 这个 Henner这个很奇怪 就是唱得很不舒服 OK 你打开 第几条 我先记下了 第十九条 十九 OK 来 Henner Henner Heh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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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情统 Hehene 在seo 可以 Henner Heh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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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高八度试 先说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他弹的那个音是低 但是他唱的是很高的 是很高的 你两个都没有错 你可以低着唱 你可以高着唱 但在这里我要求你高着唱 因为不是每个音都非得从低音练的高音 他有他练的 他想干什么 他有他的意图 有的是从高音直接出来 有的是从低音出来的 先说 这个hanger 你唱的这个字有点问题 你是只是唱hanger 人家是 第二个是 先是鸽子发音出来了以后 就有点女孩的那个girl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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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问题出在哪 第一个你hand的时候呢 你呢 就好像一个很不开心的人这样 积极一点 先微笑 首先一微笑 这个打开了 你这个位置就上去 能扣在这 因为你扣的不够 OK 才变 但是呢 是在这个基础上的 你这个不够 所以就觉得 一下子弄就别扭 还有你说 你的别扭的点在哪里 我看到的是这个问题 还有你自己的感受是在哪里 你别在哪 你觉得哪不舒服 好像刚刚没有特别不舒服 每次一见我就没事 每次 OK 好像是 那个音的时候 好像会掉到喉咙里 就有那种感觉 它上面写的是 你把那个唱成歌和歌 Hangirl 这些 Hangirl 这样 都是唱的 对 而且你得高八度唱 不要你刚才那个 那个高八度唱 但是呢 我也鼓励你练得高八度顺了之后 你也可以从第八度再找 因为无论如何 每个音乐咱们都应该唱下来才对 再来 你再从头放 再读一下这个感觉 Hangirl 我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 你说 你看了有一个老师的视频 他讲的那个 嗨子 那个嗨子让你的这个 能放松一点 那么你把他这个 Hangirl 当成那个嗨子 它也是让你瞬间 舌根放松的一个 办法 然后你再 Girl 再往上卷一下 Hangirl OK 又看到了一个问题 停停停 又看到一个问题 在你做 刚才做那一下子的时候 是不是排出来了 是 不不不是 你是这个地方放松了 而且就像有点 要流口水那个感觉了 但是你又 过于的 松了 OK 很讨厌 你知道吗 不松又不行 松了吧 又过了 对 就是要松 但是还得 抓着 抓着 感觉 OK 等一下 还是不够微笑 还是不够微笑 再来 嗨子 嗨子 快低一点 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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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一下啊 好 基本上正确 但是随着在高的时候 你自己心里上已经有了一个 不是感觉 紧张 对吧 对对对 咱们讲过嘛 这个精神很重要 你自己精神上都紧张了 你的声音出来不紧张才怪呢 就是 就是你不紧张 那个声音出来 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还需要你长时间的这种加持 就是才能够弄到不紧张 可况你精神已经紧张了 那你的声音紧张是对的 不紧张才不对 出不来 你一定要先不紧张 你自己人不紧张 你声音可能都是紧张的 你不断的不紧张 不紧张 到那你的声音慢慢练练的 就不紧张了 好 那现在到过去 第一把读 按照你刚才唱的第一把读 来找一找 谢谢啊 voice over 读字就是那个问题 就是你把两个字读的时候 把你的 doğ是長 哥是 돼요 分开的 高位置咬这糊字 这不是今天说的 我知道 大家再说 你想就发声 再加一点那个歌的意念 歌是歌 太清楚了 你的难受是来自于这个 知道吗 我知道 还是想把每个字很清楚的 说出来 我明白了 没可能 一定是高位置 高位置咬字换字的 好的 然后等你把那个高位置 听我讲 等你高位置的咬字换字 搞清楚了之后 然后我们在那个读字的时候呢 你又可以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 就是说你真的可以读得很清楚 也可以很放松的唱这么高 但是现在不是所有的 我教了你 你马上都能做到 你是先来后到的 先先在高位置上 先把它调整出来 先做到 那么等做到了之后 我们再进入下面一个难度 就是说 我不一定把它调到高位置上 我就是每个字 真的像读字一样 读得那么清楚上去哦 那是另外一个难度 因为那个是最难的 就这样就是迎难而上 我们这个是一个 让自己划过去的一个办法 两个解决办法 一个就是说 我们退一步上去 第二个问题 那个读字的那种上去是 我不退的 我就是直接上去的 再一种 那个是最后的 那个 虽然我们也在练 但是你先要首先第一步能解决吧 先是第二步能解决上去吧 对不对 你平均的 你的难受点在这里 明白了 还有哪个练习难受 还有一个是 哦 那个 我看一下 就是 哦的那个音 我看是不是 反正就就那个是 特别特别难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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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吧 我想知道你所谓的惨不忍睹在哪里 我没觉得惨不忍睹 没有惨不忍睹吗 那那可能那天我练的时候有点惨不忍睹吧 就是 就是 上去觉得老师不准就那个音不太准 然后下来又不准 第二会卡 第一不准第二会卡是吗 你在自己啊 对对对 对 那你为什么现在顺了呢 很简单 因为我现在盯着你揪着你干嘛 就揪着你这件事情 对对 这里 对对对 你的罪可以祸首 OK 任何事情都不要忘了它 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对 这是一个这个 拿一个架子把它架起来 让它不能动 不 一个这个 你要两个记下来 马上记下来 你要check你的东西啊 一个 你先检查你的舌根的放松问题 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字 你要把第二个字读的难受的时候 你也要唱的像第一个字一样 你假装假假自己在发第一个音 还是那个再说一遍 高位置咬字换字 你把所有的字都念成一个字好吗 比如说你第一个音发的 如果OK的时候 你永远always 在唱歌的时候也是这样 比如说你后面的字 哎呀唱不来 没关系 我们唱同样的字好吗 不一样的melody 唱同样的字 先唱 唱着唱着之后呢 然后你在意念中 把它换成感情 那个歌里面要唱的字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你唱的歌 那个歌词是葫伦春枣 不是特清楚 但是别人又能听得清楚 你唱的是什么歌词 嗯 那你又能够很滑溜的很顺利的 完成那个音 因为你经常的习惯是每个字 卡卡卡卡 又转了 这个位置低了 然后一定要像那种 而且还不是那种位置很好的说话状态 是那种卡卡卡这种状态 还想在这种状态下 读那么高的字 不可能 嗯明白 最大的两个问题啊 我不觉得谈不忍睹 还挺好的 到后面那个最高音的时候 还有一个我想说一下 嗯 当我们最高最高那个音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你的声音像劈了一样 你有这种感觉感受吗 有有有有有有 先提出来啊 没关系继续练 为什么呢 因为你劈的一样是因为你第一 你很少touch到这个音 它刚上去的时候 实际上 你没有你的通道不够宽呢 然后你就像你上去一样的 就是心心点点的上去 声音很难听 但是你不断的碰触 你发现你练一段时间之后 你那个劈掉的音会越来越好听 音色越来越圆滑 越来越好 所以那个音色的润滑 不是你想润滑就润滑的 你得比你这个音色 境界更高的音 才能控制的那个圆滑 才能好听 不然的话 你都在纠结紧张的状态 上去这样 有的人声音 人家看了像说 老师我不敢唱高音 我觉得我像杀猪的声音 那种声音 但没有办法 你就是必须得不断的练 练练 它慢慢的 你会发现有一天 那个声音很尖的声音 突然变得 虽然也尖 但是还能激正 OK 他就是这种 这叫打磨的过程 但是如果 你一怕了 你都没打磨了 那就更没戏了 嗯 对 对的 OK 你还有什么应接难受的 还有 我看一下 我要 我要稍微看一下 这是19 9 23 这三个都还可以 这个Go 挺难受的 然后这个Go 其实 就是 我当初记得上课的时候 老师说的是唱Go Go Go 后来听他说 他是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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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更难 我当时不跟你讲 我可能忘记了 对对对 Go Go 唱得好的时候 你在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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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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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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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换过来了 因为实际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实际上对那个就是这方面没有问题的人 人家一想就是这个音直接就出来了 因为我可以教你这么转一个圈 还是说来说去是 你的那个还是在某些字上 你能够肌肉放松换上去 而某些字上你还是肌肉紧张 那我干脆说那你既然那个字 你的肌肉是放松的 咱们就用那个字读吧 读读读读的差不多了 你再去想另外一个字 但是假假的想 然后一点一点的转换 一点一点转换 你慢慢就转换过去了 像那个读读当中是稳定 稳定你的不是那个字 你可能盯着的是那个字 而我是想告诉你 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解决你的那个肌肉的状态 发送的状态给调整过去了 调整放松了 可是你认为的是说 你那个字终于发对了 你看的是结果 而作为老师的我 我是看了你的过程 这个问题 有一个疑问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我会发现我现在 就是说唱的时候 尤其是到高一点的音的时候 我的声音还可以 然后我会发现 就是说 找不到那种 就是能够连接的很顺畅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我会 从低音往高音走的时候 我会当中有断层嘛 然后那个断层我发现 有时候我能找到 就是我有时候我可以 就是说从低音上去的时候 能够 能够感觉能找到那个状态 然后到高音的时候 当中连接比较顺畅 然后高音也会比较实一点 但有时候我就会 高音会是比较虚的 然后低音和高音之间 又有那个断层 然后我一旦碰到那个断层的时候 我应该 就是怎么样能够再找回那种 就是能够连接的状态 先说一下 就一般出现这种断层的情况下呢 第一就是说 你前面的那个音唱的 一定是音量过大了 你先记一下 一定是音量过大了 然后你先要从 找一下纯颤音之后呢 把那个音量稍微再往回收一下 收到纯颤音的音量的那个大小声 好了 收到了之后呢 你就盯着 你哪一句和哪一句 不是有个衔接吗 那个衔接的部分 你在前面的衔接的两句开始 不要前一句 前两句给你点时间 你先颤着 纯颤音 纯颤音颤到那个过度上去 过度上去之后再回来 然后呢 你还是老办法 找一个你认为的 那个字好唱的 你认为对你来讲 比较舒服的那个字 然后用这个纯颤音的力量 去带这个字 带这个字 再到过度的音往上走 你看看能不能带上去 也许有时候你能带上去 也许有时候还是不行 那么再来回踹 因为那个东西是 我们很明显人一看到就知道 那是因为你不顺 是因为你的 你的那个肌肉还是紧张 可能我们天天都是说 就是因为肌肉紧张 可是咱怎么解决问题呢 那解决问题就是来试 就是你来回来试 你的前面的音量你大了 所以你后面 你转不过去了 而不是从后面找问题 你的后面的音量 应该是OK的 基本上大多数问题 对于你 我对你的了解就是 你前面就是因为中了 你才会中 如果你不中的话就没有 这个问题呢 杨瀚也有 之前他就有这个问题 但是有天他练了好多 他发现 我一直跟他讲 我说你那个 这紧张这紧张 所以才会有那个问题 他的断层也很那个 但是后来练练读字的时候 他好像在读字里面 找到了一点体会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可能这个问题 能打开别人的 但是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人 不一定能踏实得到 他可能还是没感觉 那他那个时候练字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他突然一下子 他就觉得 这个好像没有那种断层了 好很多 对 就是你要这样 再去来回踩 好不好 不断的 反正你的问题 就是这几个高位置读字 咬字 然后 舌根 对 那个舌根 然后纯颤音去找这个音量 合适的音量 来回去在这几个里面先找 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如果你这几个方向都做了 还解决不了的话 那可能就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在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你知道吗 有些细节的部分一样 但是通常来说 这个大的部分都做到的话 基本上没有唱不到的 就每次你一上课 见我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比你平时 自己练的就要好一点 是因为我认为你 就是看你的肌肉 你自己练的时候 你可能大了 你没感觉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那个时候你明明大了 你还觉得OK 没问题 那这就造成了你 你认为没问题 你就会跟我反馈 我那天唱了 没问题 可是他后面还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你的没问题 在我一听 就还是有问题 就还是没有放松 或者说你还是音量大了 可能你自己判断不出来 我觉得我们进一步的探讨 就是你的判断有务 对自己 在家里的时候 你的耳朵的音感 如果你对你说过 你打网球的时候 你对身体的那种 不敏感的话 就会把这个 带到你的唱歌的里面 所以呢 你最好怎么办呢 你就夸张一点 比如说啊 你认为 你自己都认为 比如说你自己 刚才我教你的几个办法 你都check过了 但是你发现 还是没有做到 那么你开始想什么呢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在你的声音 敏感度的放松上 你还是在放松上 去下功夫 你就想 我觉得我放松了 是不是其实我是有点紧张 但我认为是放松了 让你自己提一个问号 你先要去否定自己的时候 你才能够找出问题 如果你总是认为 我就是绝对没问题 那没有可能练不下去的 因为其实我讲过 唱歌到后来 你练通的时候 你发现就那么点事 但是就那么点事 在你下面练的时候 你会有很庞杂的 无数个问题困扰着 当你解决的时候 你觉得就是那点东西 你掌握了就OK了 可是那点东西 你在练的时候 你觉得有无数个N的那种 你理解不了的东西 在等着你 你要抓住大的方向 好 通常下功夫好吗 好的 还有哪个 还有哪个你觉得难受 我看一下 那个哼哈 这个音 还对的 你这就用了一下 你自己不知道 你刚开始弄了一下 那一下就坏事了 加上节奏这么快 到后来你就会越来越纠结 你根本就没办法弄 先说一遍 你要高八度练也能练下来 低八度练也能练下来 我发现这个老师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他提供了一个伴奏 是给男女同时唱的 所以呢 每次弹的那个调 就是我们女生唱的时候 男生他你可以高 也可以低 很confused的 因为有时候太高了 男生根本没办法再唱到那个上去了 所以你要选择一下 有的时候你可以低一下唱 有的时候你可以高一点唱 你自己选择 上去下来都可以 还有就是明显的 你在过程当中 你在 嗯 嗯 嗯 出水 来 嗯 那就不行 你一定是 永远是这样子的 嗯 这是一个问题 嗯 我看我刚才看到的 还有你动了一下 还有哪个问题 嗯 嗯 嗯 你听的时候还多了一个问题 不但有这个问题 而且你的音量还 就是 就是 啊 嗯 是呢 你先用一个高一点的 你先不要听他那个 你先 你先 你先找一个高的那个 轻轻 让你听放松的那个 同声讲的那个感觉 嗯 用了一点之后 然后你再去 呃 你再去那个 唱你的这个前面 低巴度就比较好 还有一个问题 我曾经说过 纯山音像一个尺子一样 丈量 但是你有一个很 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好多同学有个最可怕的问题 是尺子一开始就是歪的 就是纯山音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们的低音的纯山音 也过于力量大 也过于 嗯 嗯 嗯 那这尺子都歪了 待会你说 好了 我已经亮尺子了 你不是跟我说了吗 那个纯山音打完了 我就唱了 结果我一唱 还是那样 是因为你的纯山音的时候 它就是很 很 很大声 然后 很 很 很也动到这个地方的东西 嗯 嗯 先找一个高音的纯山音 你先这么唱 先 嗯 然后 嗯 那你那时候纯山音 就比较准确了 好 这样就比较好一点 这样就会比较好 你再试一下 嗯 先高八度练这个 待会我们再调调第八 你在你要唱之前不是有个停拍吗 你马上 一下就让你放松一下 然后你再唱就好很多 OK 所以你还是不放松 不放松 OK 你以为放松了 你一直紧张 再来 对 刚刚好像比之前第一次唱 有放松一点 是的 如果你没读的话 你一定是这样的 嗯 你就这样就来了 又来了 OK 是不是老三样 你的毛病是不是老三样 对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当你解决了这个 你现在国内吃饭 点那个点饮料 就是老三样 什么玉米汁呀 酸奶呀 我也是老三样 所以说你的问题 其实是很简单的 不要把它想的很复杂 嗯 你不要每次想 你是不觉得遇到什么新的问题吗 以我解决你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你没什么新的问题 就这么几个问题 最关键的点就是这个 那么你就是要想办法说 那我哪个音 才能让我放松呀 哦 好像刚才那个纯颤音 你咚那么一下 好了 就对了 那我就找一个无音状态 就咚那么一下 然后赶紧 把它 嗯 把那个状态带到 像嗯的时候 你的那个状态 你就不敢那么放肆 就那么掉下来了 对 那就是在那个状态 而那个状态才是对的呀 你每次塌下去了以后 你不对 然后你还在那里往上弄 往上弄 最后你就觉得 啊不行了 我很累呀 然后这些问题 我发现从嗯到哈 还是就还是会有点不太舒服 尤其是我觉得啊这个音 就是我一其实唱得很舒服 但是换到啊的时候 然后后来我自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我们是嗯 一 然后我要唱啊的时候 我就被这一呀 就把一和啊带到一起去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但是其实说来说去 还是那个一 你看 一呀 一呀 这个状态 你看你一呀的时候 实际上人家会唱的 你这没动 你为什么觉得不舒服 你舒服的是一呀 你从头起了一个 你从头开始 而人家不唱的是 一 为什么一呀 人家没从头开始 嗯 你从头开始的话 你就会动一下它 不自然 然后你换的再轻 你也会动一下 你动了一下的话 它就会给你造成 嗯 不那么顺 明白了 明白了 对 我反正以后 我是那个一呀 这个可以继续唱下去吗 还是说要想办法把它去掉 当然 你先想办法先这么先唱着唱着 唱着唱着 你就再去掉去掉 一点一点的过程 这都是你训练的过程 你有时候也没有必要说 哎呀 我不行 我要达到最后一个来 我没有必要 因为最重要咱们是练对 你练的不对 你你就是不用 那你不对 还不如你多一个步骤 你先把它做对了 虽然费事一点 嗯 可是呢 至少它还是接近于那个对 或者是已经做对了 我觉得这样会更好 有地方是 好的 还有哪一个音 你不舒服 我看一下 我找一下 今天这个课特别有用 就是把所有的这段时间 练出来的问题 全都一个个的总结一下 这个还可以 13 11 18 19 我看一下 18 19 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一点 就这一条 我其实练得特别舒服 嗯 就这一条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先看其他的有没有什么 因为十四十五十的时机 我先看其他的 十四十五十五是什么 看一下 这几个是那个肚子的那个 OK 我肚子最近舒服很多 就是没有没有那个之前就很卡很卡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最近感觉更加顺畅 感觉它很有弹跳性 像一个像个什么啤酒一样在那 咚咚咚咚咚咚弹 慢慢就好了 嗯 嗯 就这个 这个near near near 我不清楚为什么 但是那个我练的特别舒服 就是 我说一下为什么可以啊 实际上你这条练的也并没有把这个地方的肌肉完全放松 对 但是没有肌肉完全放松 但是你还做的还可以更大声还可以更好 这个就相当于当时我们你那个不放松的 我让你练那个兔舌头的A 嗯 你下去的时候呢 你的因为你那个那个舒服是在于什么 在于你的这个上额 就是硬额上面接鼻腔的这个音的时候 你现在要能够有一个能力就是说 嗯 能够很死壮的把它顶在这个鼻腔里面 当顶在鼻腔里面的这个力量之后呢 在你家喵的时候 你看你喵 你的喵和你的喵 那个发力点是一样的 你跳的情况下你实际上是结合了这两个东西 所以你就觉得还可以蛮舒服的 舒服的就能发出去 但是这是一个其中音色 但是它不是最后的音色 你最后的音色应该是 不是你想象的这种力量 而是跟前面那个音是一样的 不要有太大的力量的杂音 所谓的那种力量都不要 而是很清澈的一条声音可以唱上去的 那个放松的动态 当然是其中的一个音色 我们可以保留 因为这样子的感觉当中 对于唱 就比如说西藏那些歌 那谁的什么回到拉萨前面有个女孩 唱的什么 那些东西 女生的就是那种很尖的很劲的那种声音 是需要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音色是需要练 但是它不代表说你完全放松了 我能再练一下这条 我想练一下就是正确的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试一下 你先拿一个 然后 快速的赶紧 不要影响下一个 但是给你那个 你在家的时候你看 然后唱嗨 你看你的嗨子 因为你唱起来比较感觉你 然后你再加 然后你再加 对 对了 对了这一条 所以你不能这么快的练 怎么办呢 这一条呢你先找到这个音之后 慢慢的自己弹一个音高 慢慢的 好了慢慢的唱完之后再加速度 再放到这个快速里面 用这种轻松的感觉完成 这才是真正的对 但是呢 我不反对你可以保留那个音 因为那个也是一种方式 那个方式 就等于是说 你有时候经常问我说 我想以后将来唱个更一点那种感觉 那个就是这儿用一点 但是用的又不让你 就是实际上我是说了 你已经透支了 一点点 但是 It's ok 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 好似用了嗓子 用了大白嗓子 但是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是流行歌曲里面 非常喜欢的某种处理 嗯 ok 我刚你刚说那个 啊啊啊啊啊啊 就觉得好像这里的共鸣特别厉害 就把声音感觉都停留在这里了 对对 就这个意思 ok 好的 好谢谢老师 这个很有用 我回头把这些再好好巩固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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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